我是有风 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你的一个GPT 3.5 升级到我们的一个GPT 4 那因为升级到GPT 4的话 你需要订阅GPT的一个会员 订阅会员的话 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银行卡的话 它是不支持的 所以说在订阅会员之前 我们需要先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银行卡 如果你没有国外的银行卡的话 就可以跟到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会教你怎么样申请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首先的话我们打开这个Wildcard的网站 相关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现在的话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先打开一下这个链接 打开这个链接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注册账号 申请一张国外的一个虚拟银行卡 它支持的平台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 国外的一些主流的基本上 这些平台你都可以进行付款 因为大多数你如果在国外买这些服务的话 那我们中国的银行卡很多它是支持不了的 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界面是一个英文 你点击这个按钮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中文 变成中文以后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立即体验 我们可以进来大概看一下 那开通这个国外的银行卡的话 第一点它是需要一个联费的 每年的费用的话 大概是11.99美元每年 那有风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优惠码 那大家使用这个优惠码的话 你可以优惠2美元 相当于你只需要9.9美元一年 点击这个按钮 开通会员 这里点开通会员 这里的话输入你的手机号 里面的话如实填写你的所有信息就可以了 它会用到支付宝稍年 那进行一个实名认证 它的充值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支付宝 把钱冲到它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当你注册后账号以后的话 我们来到这里有个我的卡片 在我的卡片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个卡号 你的有效期 你的CVC 你的姓名 那右边的话 还有国家地区 那游边的话 全部都有 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支付服务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掐GPT 我们来升级一下GPT 把它升级为GPT4 我选择这个20美金去升级 好 这里的话我们首先需要登录我们GPT的后台 然后点击这个升级 然后我们需要在弹窗里面选择升级到plus 我们来到我们的GPT后台 我们可以点上面看一下 现在我们GPT点击上面这个升级 在中间这个升级到plus 然后它会跳转到这个付款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链接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下一步 把我们刚才上面复制的一个网纸链接 粘贴到这里面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链接 就是付款页面的一个链接 大家一定要复制过来 就是我们付款页面顶部这个链接 复制过来 复制好以后点击一个一键升级 好 这里点击 你正在订阅加GPTplus 会从你余额中扣出20美金 我们点击一支小确认操作 由于我这个WorldCard里面余额不足 需要20美金 所以我现在需要立即充值20美金 我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线上充值 可以直接我用我的支付宝充值就可以了 它充值的手续费是3.5% 然后这里我选择一个20美金 然后这里选择充值金的20填进去 它下面的话会显示一个手续费是3.5% 差不多20美金要0.7美元 然后总共要付20.7美金 点击确认 现在我们可以用支付宝 扫码的话完成充值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已经充好了 充20美金进来 这里的话点击一个我支小确认操作 然后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支付的卡号 因为我们在申请WorldCard的时候 会默认给你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我就选这张卡 点击一个确认 然后的话输入我们的一个密码 因为你在注册这个账号的时候 它会要求你注册一个 填一个支付密码 点击确认授权 然后这里的话正在升级 预计的话需要十几分钟 那我的前面的话还有八个用户 那我们这里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付款也免得 我们里面不要填任何信息 因为WorldCard的话 它会帮我们来处理付款 前面很快 这的话升级好用户的话 我们会收到OpenAI发过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升级成功了 可以看到你已经成功订阅GPT Plus 你的订阅自动续订 那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取消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它们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GPT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GPT有没有升级成功 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GPT4 现在的话已经可以用了 我们来问一下它你是GPT4吗 GPT说它说是GPT4 说明的话我们已经订阅成功 然后我们回到WorldCard的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账号已经升级成功 那我现在就是GPT4的版本了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GPT4的一个发布会 发布会上面组成颜色的GPT 就是它现在可以实时帮我们进行一个翻译 那我们来翻译一下 有风电脑上的话 这也是一段视频的话 是我之前用Hagen的话 把我的中文翻译成的另外一种语言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语言翻译成什么语言了 它上面也没显示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用GPT来帮我们查一下 看它能不能听懂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看你们能不能听懂 那很明显我觉得我听不懂 那接下来的话我打开我手机版本的一个GPT 我现在有和GPT对话来试一下它 右下角这个 我来试一下GPT的一个翻译功能 你好GPT 等一下我会给你放一段其他国家的语言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语言是什么语言 你能帮我听一下吗? 当然可以 你可以播放那段语言给我听 这段语言是三尔维亚语 你需要翻译这段话吗? 很明显他已经帮我听出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塞尔维亚语 你刚才不是说克罗地亚语吗? 抱歉 刚才可能有误解 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确实非常相似 这段话仍然是克罗地亚语 翻译为 由于技术进步 预计社会结构和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 预计人工智能技术将迅速发展 机器学习模型将得到加强 谢谢谢谢 翻译的不错 不用客气 很高兴能帮到你 如果还有其他需要翻译或帮助的地方 你请随时告诉我 通过刚才的设施的话 现在我们的GPT4O的话 它确实是有这个功能 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翻译 如果你去国外 如果有遇到听不懂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你想去买东西 你可以用GPT拿出GPT 叫GPT帮你当你的一个翻译就可以了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它可以翻译基本上世界上任何主流的语言都没有问题 现在的话GPT4O的话 它还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 以往的话我们在GPT3.5里面 它是不能直接生成图片的 你需要用它的一个付费版本 GPT4再能生成一个图片 我们来测试一下 帮我生成一张法拉利跑车 停在马路上 比例的话 16比9我们来看一下 很快我们这辆跑车 你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 这张照片的话非常的漂亮 那我还可以叫它的话旋转一下方向 GPT4的话 它在处理图片方面的话 它的能力的话也是越来越强 相信GPT以后 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那这里的话方向的话 大概的话 这里的话它说已经帮我换了一个角度 那如果说这个角度你不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叫它再换一个角度 这次的话它帮我们生成了两个版本 那它问你哪个版本你比较喜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也可以充 而且这个现在的话 GPT4的话生成了出来的照片的话 越来越真实了 它在这个模型里面 它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这个角度都还可以 你喜欢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跑车旁边 站着一名帅哥 看着镜头非常的自然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了好的一个图片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说人物需要特写 同时的话也需要看到车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张的话差不多生成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张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下载下来 按钮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脸的话给换掉 给大家来玩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把这个脸换成任何你想要的一个脸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打开这个网站 以后我们点击这里一个换脸 或者你现在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 点击一个立即AI换脸 左边的话我们把这个刚才这张照片拖进来 那右边的话你可以放一张 比如说你自己的一个照片 我们来换脸一下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制作封面图 你可以叫AI的话 生成一些比较有科技感的一些照片 里面有人物 最后的话你再把这个人物的脸的话 换成你自己的一个脸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换脸后的一个效果 大家觉得像不像 我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 这是它原始的一个人 但是换成我的脸以后的话 大概的一个效果 大家觉得像吧 生成好以后 如果你说你觉得这个车的颜色 你想换个颜色也可以 我点击一下这个图片 点了图片以后 这里上面有个编辑 编辑好以后 我们这里有个按钮 一个鼻刷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框起来 先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的话 我们这里来告诉他 我说把车的颜色改成蓝色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功能的话 它可以对我们的图片的话 进行一个区域的一个更改 它说已经帮跑车改成蓝色 希望这个颜色符合你的一个要求 但是这个颜色没有改 我说颜色没有变 这个时候它会重新帮我生成 可能它这个模型现在还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需要再来多调教一下它 AI 毕竟是AI 可能有时候不准确 如果不准确的话 你可以再来给它进一步的一个提示 那这次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蓝色 这个汽车就变成蓝色 但是这边这个人物的话 它也帮我编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上面再写一点字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编辑按钮 我在这个地方给它画上一个区域 我说写上文字 我说在这个区域写上文字 就是有风这个拼音 如果你在上面的话 告诉它写中文的话 它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目前只是说处理英文的话 它效果还比较好 在上面打上英文没问题 中文的话它会出现乱码 但是它处理完了 但是这个颜色没有看到文字 那这次的话它这个还是有一点bug的 我告诉它 我说没有看到文字 看它会不会再帮我加一次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人 和它对话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生成出来效果不满意 你直接按再告诉它一次 我看一下这次生成出来图片上 会不会有文字 它文字已经加上了 你看它 但是它加到的是这个车子 在前面这个位置 而并不是我想 想加它顶部 再告诉它文字加到 我说文字加到上面 天空的地方 看它能不能听懂我的一个话 能不能识别图片上面的一些内容 再把文字的话加到这个位置 因为它刚才帮我加到这里了 加到这个车牌上面来了 我觉得这种图片还多好看了 我先把它存下来 点击这个下载 把它下载下来 再下来我来换脸试一下 还是打开这个换脸网站 点击这个换脸 我们只是随便来玩一玩 感谢小伴可以多去尝试 把照片拖进来 右边的 穿上我的一个照片 来点击一下换脸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摔锅换成我的脸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已经换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像不像 甚至这个 这是原始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换上我的脸以后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大概的一个型 还是有点像的 这里的话还有我的名字 但这里的话处理的 还有一点差距 不过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回到GPT 看一下它刚才帮我 帮我把这个 我的这个有风的名字 也会加上来 它还明显已经 帮我加上来 可以看到 它把我加到这个天空的位置 在这里 我们再来测一下 测试一下它的一些 表格的一个处理能力 那我给它的提示 也就是帮我随机 生成一份公司产品的一个销售表格 那我们公司的话 是做电动车出口的 里面需要有一些详细的专业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GPT 能不能帮我们 生成这样的一个表格 大概的话 帮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 对应人的一个销售表格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给它更复杂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里面的话 需要有出口到对应国家的一个名字 出口的额度 出口到车型 以及各家代理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 那价格的话是包含了关税 与不包含关税的话 都要详细的一个罗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首先的话帮我们写了一段 它首先它自己的话写了一段单 因为它会根据这个代码的话 再来帮我们生成 因为这次的话 我给它一些都比较难 那这里的话 它已经帮我生成了具体的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点开这个按钮 来放大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每月份 生成的一个产品的名字 总销售额 那每个月销售额 在上面的话 你看上面非常详细 上年度销售额 增长率是多少 国家哪一个国家 它那个代理是哪一个 它销售了多少 这个表格的话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详细了 我再问他 我说针对美国对中国电动车 加增关税的额度 那帮我重新计算一下 同样的出口的汽车数量 每辆车的销售成本的一个增加的比例 以及详细的数据 那这里的话 它会帮我重新计算 那为了重新计算 包含关税的销售成本 和增长比 我们需要以下的信息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关税比例 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量 每辆车的一个出口价格 那这里的话 那假设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收关税25% 它会重新帮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计算能力的话 在以往的GPT3.5里面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现在有了GP4O 它处理出来的一个效率的话 会 它处理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首先的话 它会帮我们生成一段代码 这种代码的话 我们不用管它 这是它里面的话 它的系统的话 自动在进行一个计算 它会帮我们创建 生成一些数据 这是它的处理一个流程 只是说它展示给我们看了 总体来说 GP4O的数据处理能力的话 真的是大大的一个增强 那你在其他任何AI软件里面的话 我相信目前的话 它都达不到像GP4O 这么强大的一些功能 这个主要是计算 美国对中国加上关税以后的话 我们每辆车的一个成本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上面的一个点击这个按钮 那我们可以往后面拉 它里面的话给了我们具体的一个数据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表格可以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图表 我说再帮我生成一个对应的 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GPT的话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这张图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放大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的话 都是非常的 这张图如果你觉得可以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图表的话 你可以换一种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图表 那这次的话 它帮我们换了一张图表 可以来看一下 这种柄状图 这种小效果也是可以的 可以点击 我们可以点击这张钮 把它下载来电脑上